在几次儿童使用邮剧发生伤亡的事件之后 台湾制定两种国家标准 这几年新北市也针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邮剧 因一进行态换 瑞芳区境内的公园广场儿童邮剧 从去年开始进行更换 目前已经完成七成五的进度 让小朋友玩起来能更安全 也能让孩子体能发展在安全无余的情形下成长 这几年发生多起儿童在公园里 尤其发生意外的事件 因此也让人重视儿童安全 尤其是公园里的游乐器材 旅船意外 也让各政府机关逐一检视公园邮剧的安全问题 不符合的就拆除更换为 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邮剧 你觉得这里让孩子都不太好吗 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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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我今年非常重视说 我们全区里面早期的儿童邮剧 支付了我们儿童国家标准规划的这件事情 那从我们收到我们事务的通知之后 七年度到现在一直在陆西区 陆西区一直在把具有儿童邮剧重新更新 区方公所表示 去年开始针对区内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邮剧 全数一一拆除后再更新 目前已经完成七成五的进度 符合CNS12642以及CNS12643 希望让孩童的安全能够受到保障 那目前我们大概执行在70%到70%左右 平完成这一部分 那剩下25%我们因为爱医生关系 我们一定年度的路径作为更新 那提供我们儿童在整个游戏的时候 有一个安全性 课长表示因为年度的经费有限 所以无法全数在同时间钛换 靠近滨海地区的公园 广场邮剧 预估明年会全数钛换完成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